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 未来要增强学生保护力 中央CTC开放18岁到12岁之间的学生施打BNT疫苗 基隆士部分由二姓高中率先施打 一起来关心 在医护人员说明下 学生依序完成接种 这里是基隆士二姓高中 正在进行BNT疫苗施打 校方表示全校1864位高中生 有1795位同意施打疫苗 接种率超过9成6 来打疫苗的学生有的心情紧张 有的则很轻松 不过都觉得有助于增强个人保护力 打起来感觉怎么样 没有任何感觉 没有什么感觉 那在打之前会不会害怕 有一点点 有一点害怕 那怎么克服 就是放轻松就好了 就说好啊 因为家里有长辈想说这样的话 就提升那个警惕免疫力 长辈也比较不会生病这样子 那刚刚打的感觉 其他同学好像会紧张 但我自己是完全不会 又是很轻松跟平坦打针一样 就看到新闻报 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就打 对 不觉得打疫苗很重要 应该算是吧 怎么说 就是 你就打打看 然后就看抗体 抗体就会比较安心一点 为了让接种的学生能充分休息 校方还特别将体育课改为室内课程 并让需要的学生申请疫苗假 有关于动态性的课程 比如说体育课 都改成是室内静态来进行 那另外 就卫生单位所提供给我们的卫教 也特别提醒孩子 补充水分 多休息 并且能够适度的反应 他个人施打后的情况 当然我们也 也告知家长跟学生 如果个人身体有不适 要尽快反应 并且他有三天的疫苗假 可以试个人的身体状况 来选择休息 学校的立场 我们鼓励家长 鼓励孩子 能够信任 疫苗所带来的保护力 二星高中也是 基隆市第一所 施打BNT疫苗的学校 据了解 基隆市32所学校 共有16000多位学生 同意施打BNT疫苗 接种医院率94.3% 施打其成将从9月23号开始 持续到10月中旬 我们的校园BNT接种 是从今天开始 那预计的话 全市有32所 国中高中的小朋友 要接种 那预计会接种 大概1万6000个人左右 那我们预计是 排程是到10月中旬 只能会全部完成接种 基隆市卫生局方面 也提醒家长 注意子女接种疫苗后的状况 多喝水 多休息 如果有出现新剂 走路会喘 胸痛 呼吸急促等症状 要尽快就医 并告知疫苗接种史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导 再看一眼来看 基隆市政府将在 9月27 28号 为75岁以上 找者施打第二剂的 莫德纳疫苗 总共有5602人 是符合资格的 基隆市长林悟昌指出 尚未施打第一剂 想打莫德纳的 75岁以上长者 也可以到现场 急到急打 这一针真的久等了 基隆市政府上周替长者 施打第二剂 AZ疫苗 总施打率高达84% 市长林悟昌 22日再公布 预计在27 28日 为民众施打第二剂 莫德纳疫苗 符合资格长辈 预计24日 就会收到通知 请把上一次 施打完之后 有一张小黄卡 这个记录卡 请大家要 提醒大家要带着 另外就是施打的通知单 还有你的意愿的调查表 事先填写好 这样子可以检审到场 在那边填写的一个时间 我相信我们这些长辈们 大家都已经很有经验 照着上一次的做法来接受施打 这我们相信就会非常的一个顺利 那另外也提醒我们包括防疫的公车 还有防疫的计程车都还是一样 这个照常来做服务 所以有服务的一个需求呢 可以跟里长这边来进行这个洽询 此外针对上位施打第一剂 想打莫德纳75岁以上长者 刘昌也说民众只要到现场 就会安排施打 如果你第一剂还没有打的 你想要打莫德纳的75岁以上的这些长辈 那你可以在上述的这个施打的时间 你到现场 那我们的卫生局的人员 驱空所的人员 你跟他说 那我们就会急到急打 马上为你做这个施打的一个服务 所以我们也鼓励 也欢迎还没有打第一剂 75岁以上的长辈 届时到场来接受疫苗的一个施打 针对国民党主席 这个周末就要改选 就用市长刘昌接受媒体访问时说 不管选举结果如何 未来党主席很可能就是柯文哲 此话一出引发了外界高度热议 这几天党主席的一个辩论 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这个国民党的支持者的一个焦虑 那应该这几天也有很多的 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也不约而同的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所以早上记者在问 我个人是觉得 真的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的话 这个礼拜六 不管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的结果 是怎么样 不管是谁当选 那未来可能国民党的党主席 很有可能是柯文哲 我想因为大概民众党 目前的一个战略 也是非常的一个清楚 就是朝着取代国民党的一个方向 再做布局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绘本 不仅可以陪伴儿童 更可以陪伴长者 因此金融市政府社会处 特地结合设林林良堂 以及安可人生 培训熟林绘本专业人员 投身各个家照据点 以及长照机构 与长者还有家庭照顾者 一起分享沟通 提升照顾长者的服务品质 他有穿鞋子哦 他就跟我说 哦 他很好名的 对 他就跟我讲说 他好好命哦 因为以前人只要有一双白色布鞋 而且我听我爸爸讲说 以前的白色布鞋上学 是要挂在脖子上的 我说 对哦 他很好名 他是真的好人哦 对 他说你看 他有一两三十 他说送给我们看哦 就是他很可爱 学员和老师分享 学习熟林绘本后 和长者之间互动的温馨情况 由于绘本不仅可以陪伴儿童 更可以陪伴长者 因此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特地结合士林林娘堂 以及安可人生后青春绘本馆 培训熟林绘本专业人员 投身各个家照据点 或是长照机构 透过专业导读 藉由浅显易懂的绘本 和被照顾的长者 甚至是家庭照顾者一起沟通分享 促进彼此的交流 也提升照顾长者的服务品质 这一本奶奶来了 今天如果说 今天如果说有故事症长辈的 其实它里面的一些图案 它在出现的时候啊 看这是一个面摊 这是一个面摊 但是呢 顾到后来你看 它就直接就在现场 它就换衣服了 对 这是一个他们照顾的形态 对 那 它也许会未见 它也许会有共鸣 可是 它就会产生话题 好 那 在这个话题当中 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都不是讲绘本的专业人员 对 这是一个起始点 那后来在社会处的那个 这个就是牵线下 他们就安排了这一场训练 就让我们这一些专业人员 能有这样的专业训练 然后之后如果再带这样的绘本 可以更深入 更活泼 然后更有弹性 是这样的 其实绘本过去 我们都知道很多是应用在儿童 但是其实超高龄社会的来临 对于长者其实要需要更多的 这些创新服务的可能 所以我们其实后青春绘本馆 这一次也应这个 基隆市社会处的邀请 我们把这个全台湾 我们自己在开发的 如何把绘本去做照顾陪伴的 这样的一个方案 培训的方案 能够跟我们基隆的这些伙伴 在不管是家庭照顾的方案里面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相关的 日照照顾的一些点 大家一起来合作 那这个绘本的部分 其实它可以结合很多 对高龄者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 然后是一个很好互动的一个工具 那它不是只是只有读书而已 它是可以透过说故事 然后可以陪伴 同时长者在看这些绘本的时候 可以训练大脑 它可以结合很多这些肢体动作 延伸活动 能够让他们的这个高龄 然后里面可以做很多的文化传承 述说故事 在身心的陪伴上面都可以达到 很多很有趣的这一些互动的过程 陪伴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照顾 那我们都知道大脑的这个训练认知 或者彼此之间的支持 然后社交的活动 这都是我们现在很重要 如何去陪伴长者的一个关键的媒介 跟关键的方法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方面也表示 除了培训首领绘本专业人员之外 也会针对家庭照顾者举办绘本工作方 欢迎基隆市的家庭照顾者们走出来 一起探索绘本的多元世界 进而让疗愈的绘本世界 温暖照顾者的心 也感受绘本的趣味和美丽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根据了解 金融市累计有超过一万件的 违建案件有待处理 金融市长林又昌在七堵区基层访式 座谈会上表示 为了要提升执行效率 并防止人为弊端 金融市政府计划将违建拆除的业务 改为为外的方式来办理 座谈会开始前 金融市长林又昌先向里长们表示感谢 因为金融市在重灾区双北夹集下 防疫成绩有目共睹 包括疫苗施打率全国数一数二 与集中施打作法获好评 这些都要感谢里长协助 随后针对列管案件部分 七鲁区永平里长黄超嘉表示 里内一起违建案至今未处理 让他无法接受 对此林又昌回复表示 为了提高执行效率 将比照双北将违建拆除业务 该拆委外执行方式办理 我们大概有一万八千多件的物件必须要拆 那另外是现在都方处的印象应该是拆除组 那另外一个有拆除组 那拆除组的业务 现在我们会这个比照其他的县市 像台北新北会整个做业务商的业务会完 所以跟过去的一个状况会有点反强 因为我们本来的拆除组 也是一个不是很正式的一个连组 另外对于台湾里长 詹能豪提议 在江子辽山施坐立牌已推展观光 牛昌表示 目前全市指标系统已经定案 将请七鲁区公所在删除地点 依指标系统设置路牌 并要求在明年上半年前完成 全市的指标系统现在已经定案 那我就请序长这边 照着我们已经设计好的 那个指标系统的那个格式 在那个江子辽湖道这边 路口的地方跟山上的地方 还有中间的这个市场的位置 探照三个点 那照地上的意思 把它树立一个不是渐变的地方 我们现在有一个统一的 那个指标的系统 用那个指标系统 我们是想去做出力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林长校市长陈琴指出 有不少无牌车辆占用公共停车阁 一停就是三年 各个单位却互踢皮球 没有办法处理 金融市长林武昌下令 一周内要移除 未来各区有类似的情况 一律比照办理 黑色休旅车 车上已经蒙上一层灰 环保局贴上车辆一致 劝导单 但车子一停就是三年 都没有移动 中山区通人街 134项的停车场 黑色休旅车 没有挂车牌 一停就是三年 另一台黑色轿车 也没有挂车牌 占用停车位 当地居然里 里长郑淑华 在市长访试基层座谈会上 希望市政府能够协助处理 因为这一台放在那边 已经搁置三年了 后续最近又有一台 也是放在那边 所以一直都卡在说 环保局的回复是 它车身会到回水 然后警察局的回复是 它不是停在路边 所以等于说是 一直在法规的模糊地带 里长说 由于环保局认为 无牌车未达到废弃车的标准 警察局也回复 车辆没有占用道路 应由土地主管机关处理 各单位互踢皮球 让无牌车占用公勇停车场 一停就是三年 市长林游昌当场指示 一周内要移除完毕 不容许挑战公权力 这没有什么道理 没办法处理的啦 它如果丢在那边三天 那我们说怎么样怎么样 它丢在那边三年 这如果这样没办法处理 我们实在是 我们实在是不小心 因为没什么天理 法制的问题 一定中华民国万万税 然后中华民国也万万保 法律一定可以找出 可以处理的啦 没有那种找不到 这个不能处理 然后各单位不要推来推去 那这个事情就 请中华处这边列管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就请昆峰处长这边 你们直接协调处理 法制的问题就请 这一个法制小组 招集那个执行秘书 请那个小宝官来协助 一个礼拜内把它处理掉 当地居然里停车空间有限 但车主却摆放 无牌车占用停车位 不管原因如何 这回踢到铁板 市政府将强制一致 不让占用车主 转漏洞 记者黄少明 介绍报道 此云寺药师佛店 历经两年策划 开光启用 药师佛大殿内 设有神佛尊相 必读 目科解王的 辉红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 前来点药师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此云寺药师佛店 参拜感受法喜 想工作却跟不上 相待合计 为了协助影法族就业 政府提供职讯 与津贴补助 各区里办公处 也定期举办 真材活动 欢迎市民朋友 多加利用 老王老 最不透透 十一月地价税开征 相信民众最关心的 就是如何结税审核包 以下是最新的税务情报 带给大家 今年地价税将于11月开征 相关组织优惠规定 民众不能不知 土地如符合自用住宅条件 请记得一定要在 9月22号以前提出申请 今年就可享税率优惠哦 财政部提供线上申请的服务 即使受疫情影响 也不用烦恼 民众可以多加利用线上 身份方式完成申请 各位观众一定要把握 9月22号前申请 错过等明年咯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 即摄影比赛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咯 基隆是一座进步 翻转中的城市 充满着梦想 未来与无限可能 今年我们以A City for All 为主题 用影像来说故事 分为影片征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8万6千元 期望能够激荡出 不同的印象火花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参加 详情请诧活动官网 我是之前去你们公司 应征的张先生 你们不是说 会再通知我上班时间吗 都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 怎么都还没有消息 先生 你以为来填个资料 就能保证录取吗 你想想 怎么可能嘛 诶 等一下 那至少是会们这项存折 要还给我吧 我花了好几万块 买你们公司的产品 你们这样不行 我要退费 玩玩 你说什么 我听不清楚 喂 喂 喂 求职房片请记住 三要七步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劳资关系科提醒您 民国97年 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仿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 独特样貌 接下来要带您来看 行民山共创工作室 是由一群在地的文化艺术 还有设计相关领域的青年 所推动的 以体验经济 文创产品 设计服务作为主轴 开办了一连串的港口文化创生活动 2021年 他们以日本赖户内艺术节为灵感 打造正宾渔港为大美术馆 走 一起来看看 永州海滨美术馆 汇集了十五组艺术团队 透过了祝村 田调 完成了各类的艺术创作 包括了插画 植物装置 动画 装置艺术等 分别在渔港旁的闲置空地 充满人情味的咖啡厅 餐馆等地 转译了在地最珍贵 最深刻的故事 这次其实在基隆正宾渔港 新兵山在这个地方 推出永州海滨美术馆 为期四个月的时间 从7月24号到11月28号 那这次的策展主题是 那些渔港的人们的日常故事 主要在探讨是人与人的对话 人与土地的关系 所以这次我们总共邀请了15个作品 来到我们的正宾渔港 进行了9个展览点的策展 从历一到历九 你会感受到地方的店家 地方的老屋 地方的民宅 同时你可以感受到我们地方海港的一个风景 所以很想欢迎大家 这个四个月时间 可以到正宾渔港 走一走 逛一逛 来感受一下我们正宾 基隆这个风景 以及特殊的海港城市的一个特色 我们跟着新兵山工作室的创办人舒豪 走访艺术品所在地 看得不止创作 还有浓浓的在地情 在三瓶餐厅中 我们看到了以细腻观察创作的造船回忆冲喜 从七月中活动开办以来 不少游客走访餐厅 不仅引来人流创造商机 更让外地人惊艳正宾渔港的魅力 他们有一个蛮酷的想法 就是一个无框架的一个美术馆 像我们店的作品就是一些画作 那我觉得是一个很酷的一种概念 来吃饭的客人 就是进来第一眼会觉得说 哇这个很在地 就是一个很在地的故事 我觉得对正宾渔港或对基隆来说 都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概念 就是可以介绍一下正宾渔港 或者是介绍一些在地职人的故事 我觉得都对我们来说 不管是对店家 对正宾对基隆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构想 同样吸引游客进入的 还有这一家找到幸福咖啡店 来自泰雅族的老板敏利 将原住民特殊香料马告带入了饮品中 滋味独特香气十足 这一次与新冰山合作 店内展出小高潮设计事务所创作的 意望之冰 冰纷画风给人无限想象 很多人对于这个画面上面东西 跟我们的港湾有一个连接性 大家都觉得很好玩 也有兴趣在探索下去 那也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合作 让有一些旅客有这个机会进来我的店家 然后看到我们这个美好的风景 还有我们好吃的餐食 有一些都还会留下来消费 对于我们就觉得我们有很多好处 然后又可以让在地的所有的东西都被提起兴趣来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想说我之前就有追踪那个新冰山 然后就发现说他们这次的活动 那我这次就是想说有时间就来基隆看看 然后发现正兵宇港这边真的真的 就是除了彩虹屋以外还有很多很棒的景点 因为就是他把一些展品放在一些店家里面 然后让我觉得就是好像来这里就不只有彩虹屋 还可以看到更多更深入的东西 我觉得受益良多 在地创生的精神在多年的坚持下得以整线 不是昙花一现而是持续下去 曾经繁华一时的正兵渔港除了海味 还飘荡着文创艺术气息 这一次更结合了科技 以游戏的方式重新诠释了渔港里不同角色的样貌 这款意望之兵无人导览实际游戏 主要是结合我们当地的文化语音导览 还有一些线上的游戏的界面 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来到正兵渔港走一走 就可以感受到当地的文化历史 同时现在其实是疫情期间 大家能够透过这些无人导览的方式 能够用一个人方式的脚步来到正兵走走 非常欢迎来到正兵 透过文创角度深化 带给基隆更鲜活的多元面貌 这一档永咒海滨美术馆 直到11月28号为止 每天都有三个档次 采取线上预约完全免费 欢迎大小朋友们 一同来感受正兵在地最珍贵 最深刻的故事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欢迎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妇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